试着如似乎不舍昼夜,时间过得真快 眨眼之间距离色界上映的时间已经15年了 这是一部内行人评价颇高的电影 在豆瓣上的评分也非常高 但一般观众围绕此片的话题 有不少人是片中的汤薇和梁朝伟是否假戏真作 说起梁朝伟或许大家都知道 这个人在娱乐圈的地位 他出演的很多电影 例如《无间道》、《华阳年华》、重庆森林等等 都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经典 而梁朝伟那双充满忧郁的眼睛 被很多人称为眼睛都会演戏 但是梁朝伟也不是完全没有一些黑点的 他前几年参与出演的色界 就让他饱受争议 色界这部电影是由李安指导的 由梁朝伟和新人汤薇作为电影的主角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抗日年代的故事 汤薇饰演的女大学生 为了接近梁朝伟扮演的汉奸 因此牺牲自己的身体 来博得她的信任 也正是因为这样电影中的一些香艳镜头 让人看得直接闭上了眼睛 在这部电影里面 汤薇赤身裸体和梁朝伟 进行了一场在床上的戏份 虽然说是拍电影 但是这两位在电影中的表现 显得非常的露骨 让人怀疑 他们两个是在假戏真作 但是因为电影中的这些镜头 让汤薇饱受争议 虽然在演技中来说 这些相应的镜头显得非常的专业 但是对于很多普通大众来说 或许有的显得稍而不已 而梁朝伟的妻子刘嘉玲 对于汤薇和梁朝伟 在戏中的表现 也感到非常的露骨 因此他和梁朝伟也争吵过 最后的结果就是 这部电影有一些片段被删减 而汤薇在拍了这部电影之后 也趋往韩国发展 过了好几年才回到中国 仔细观察我们发现 这部电影好像是汤薇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而且这里面的男主角 是由影帝梁朝伟来饰演 可以看出 他对这部戏的认真程度不同于以往 为了尽量达到戏剧的真实性 很多镜头或许就如梁朝伟所说的一般 他们都是真实的 他和汤薇拍摄的时候 都是真正的释放了自己心底里面的欲望 色界上映之后 得到了许多国内国外的专业奖项 而汤薇也凭借这部电影 成为了金马脚最佳新人 色界的高质量 也使得许多网友去观看他的卫山剑板 他们试图在梁朝伟和汤薇的表演中 找出他们表演的真实细节 来证明他们并不是假戏真作 然而最终的结果都是 这些网友在他们两个人的表演中 找不到任何的瑕疵 而梁朝伟和汤薇两个人 在所有的采访当中 所回答记者的提问 也让人大吃一惊 在色级上映之后 梁朝伟和汤薇接受记者的采访 关于电影中露骨的部分 梁朝伟坦承到 在身体相互碰撞的时候 确实如假戏真作 可以看出梁朝伟的回答 已经让人十分的惊讶 然而汤薇的回答或许更加的直接 电影里我们只是在做 生孩子该做的事情而已 汤薇说而且他很专业 不需要提升 并说这需要很多的技巧 他在私底下也尊重梁朝伟 表演当时拍摄的时候 这场戏十分露骨 因此导演李安在拍摄之前 特意清空了在场的所有人 只留下摄影人员和两个主演 汤薇梁朝伟 而他们两个卖力表演 即使是在导演喊咖之后 也依旧很投入 因此在拍摄完成之后 导演也上司劝两个人 要尽快的脱离角色 不要沉迷其中 这样的事情让网友也惊呼 这两个人真的是太敬业了 李安是个非常细腻的导演 擅长用东方人的方法 向西方人表达东方人的人文历史感情 那里没有刻意讨好 只有用最细腻的手法 表达最灵活的感情 看了才会无限感慨 更有深意 在这方面 许多国内导演在国外获奖时 常常戴着丑化国内情况的帽子 由李安指导的色剑 无疑是一部优秀的电影 色剑上映后 在国际上获得无数奖项 汤唯为此燃起大火 成为性感女神的代表 虽然很平淡 但不得不说 汤唯的身材比例 以及脸部和表情 抓住了很多人的视线 为了寻找这部电影的女主角 导演李安颇费周折 为何如此 是因为他想把它拍好 但这部电影拍摄起来难度很大 主要是色剑是张爱玲 耗费30年才写旧的小说 其中的色和情感都极难拿捏 弄不好吃力不讨好 因此敢碰这个本子的导演很少 那么李安导演为啥想拍又敢拍 一来他觉得他有这个本事 他拍过《断背山》 二来他非常喜欢张爱玲的这个小说 想挑战自己 然而在挑选女主角时就困难重重 先后找了很多人 包括张子怡 刘亦菲 舒淇 周迅等 但是陈也色剑 败也色剑的尺度太大 色剑的尺度太陋 汤伟被屏蔽了 汤伟的男朋友田宇 也因出演色剑而分手 但老实说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与汤伟的意思不相符 长期以来 他在人们的视线中销声匿迹 直到后来的北京遇到西雅图 才又回到人们的视线中 染发火灾 一方面来源于其艺术成就 另一方面来源于电影中的大段 汤伟和梁朝伟纠缠不清的场景 当时可以在平台上公开的 基本上是删除版 没有删除版的 基本上通过各种小网站进行传送 很多人承认自己去看色剑的时候 是冲着汤伟和梁朝伟的床戏快进去看的 很多人看完之后 对整体剧情还很模糊 电影上映后 这部千篇一律的情欲剧真的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此后汤伟和梁朝伟在访问中 曾被问到假戏是否真的做了 温文尔雅的汤伟说 电影里我们只是在做为了生孩子而应该做的事 梁朝伟是非常专业的演员 拍摄时掌握了很多技术 至于梁朝伟 他说身体相碰的时候 确实像假戏一样真的在做 不过刘嘉玲事先就知道梁朝伟要演露骨的戏 在电影上映会上看到这么大尺度的画面 就忍不住怒不可歇 中途一脸臭烘烘的退场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刘嘉玲对外表示本人不介意 梁朝伟推翻了色界里 易老师对花样年华 无奸道和英雄力的一贯印象 在和麦的第一次床戏中 用另一张脸完美的解释了这个变态的麦国贼 当然色界的信也让所有人疯狂 但令人惊讶的是 李燕最后把故事旋转了180度 就这样浪漫的跑了 在李燕调教下 汤薇也向所有观众清晰的展示了 由这种憎恨产生的爱情巨大变化 对此李燕导演自己也做了回答 他说他对网友的疑问也很了解 相信观众有自己的解读权利 李燕说电影给人讲清楚 没猜到也就是说白了没意思 李燕没有说清楚 其实话里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因为普通电影的传戏是租来的 如果两个人是借的 为了两个人的名声 李燕一定是直接点名的 他既没有点名也没有否认 那这个词的意思非常有趣 色界注定是一部备受争议的电影 这不仅是大规模的情欲误区 也来源于易老师这个麦国贼的形象塑造 但李燕在这部电影里要做的 不仅仅是某个人的是非 更不仅仅是爱情刻的多么深 而是在抗日大时代的背景下 以足够的细节展开 用一个地方人人都深陷其中的民族悲剧 如此真实的展现了战争前的人性矛盾 降伤了手丝 任何人都深厚的